HOME PLUS 中佳在地影像賠利與針見計畫開始囉 即日起到12月15號為止 豐富獎勵能你來拿 鄉親請下中佳新聞FB粉絲團 或掃描針見簡章QR Code 在基隆城市博覽會期間 於新裝修的文化中心外牆上 播放著巨幅的動畫 內容描述著基隆意象相關的影像 也吸引許多遊客駐足觀賞 遊客說到 我覺得做這個的人很辛苦 做這個動畫一定花了不少時間 能讓我們欣賞到這些東西 我覺得就是在這個生活中沒有後悔 就住在基隆沒有後悔 也讓大家了解到基隆一些歷史 因為它上面顯示很多 基隆不同歷史的文物一些東西 讓大家更了解 在如此大面積的轉眼作品 還包含了90度的折角轉彎 到底是如何完成 其中又有什麼樣的技術問題 讓我們邀請到伯傑特的無敵先生 協助我們除了觀賞劇情的展示外 還能科普一下其中的技術 因為一般我們家裡在家用的投影機的話 它是它的流明度 就是照度的部分大概是3000到5000 我們這次出的機器都是35000 所以等於是一般家用的大概10倍以上 這一次的話像我們主畫面 它是出了 我們是用8個畫面去做融結 那側面的話有6台投影機 那因為側面的部分它玻璃比較多 所以它需要的東西就跟正面的不一樣 所以正面會特別的漂亮 那因為側面的話它就主要是玻璃的部分 比較麻煩 那我們這次的這些窗戶 玻璃上面都有特別去做窗貼 這樣才有辦法成像 融結的部分像正面的部分 它是有8個畫面 8個畫面的話 它中間有些部分會有4台投影機的畫面 疊到一起 或者是說3台或2台這樣 不一定 所以每一個它融結的縫 我們都需要特別的去調整 所以進場的這些時間 絕大部分是做軟體在修那個畫面 在做融結的部分 基隆城市博覽會是城市的起點 首次在位於市中心30餘年的文化中心外牆 播放巨幅的基隆相關動畫 讓民眾可以更加冷視基隆外 也裝點了市區的夜間街道 從現代科技的帶路 也成功賦予基隆市文化中心 再次吸引著更多往來遊客 市民朋友的高度回頭率 公民記者蔡宗和高維成 基隆市倫愛區採訪報導